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初建立慈人医院的目的就是为了治病救人造福民众 那今天请允许我向水天成夫妇致以最诚挚的感谢 诸位 我水天成就按老规矩 先捐十万铺底 大家多多一善 诸位啊 既然水先生捐了十万铺底 我签字第一次来 咱不能小气啊 我签 二十万 好 小意思 只要我们高兴啊 咱们都行 好 我签十万 我也签十万 谢谢 我也签十万 我也签十万 谢谢 谢谢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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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不是立都的 这个是他到这儿了吗 这不是立都的歌女图圈吗 这不是立都的歌女图圈吗 这可不是 这就是不太事了吧 这不是这家伙少爷都把他带来的 爸 妈 大哥 二娘 这位是我的女朋友 杜鹃小姐 伯父 伯母 老爷 父亲 你没事吧 老爷 老爷 你没事吧 父亲 我没事 我没事 老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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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我不该来吧 没事的 别放在心上了 快去看看你父亲啊 快去啊 好 杜小姐 杜小姐 啊 菲菲 杜小姐 能借一步说话吗 梅子 这个女人可真有手段 这就将好刚死没多久了 就盯上我们家智云了 哎呀 哎呀 二娘 你就少说两句吧 父亲 志云不懂事 被这种女人迷惑了 你不要跟他计较 老爷 喝水 哎呀 你生的好儿子 不把水家的脸丢尽 他是不会甘心的 老爷 父亲 别生气啊 老爷 老爷 哎呀 老朋友可不能动弄我 您的身体要紧 来 快扶他去休息 来 来 妈 智云 我真是没有想到你竟然堂而皇之地把她带来 妈 杜珍是我的女朋友 我把她介绍给你们认识 这有什么不对啊 她是李都的舞女 她不是舞女 好好 我不想跟你说 你父亲在天津也是有头有脸的人 今天这种场合 你把她带来 别人会怎么看我们 你有没有想过你父亲的感受 妈 你们什么时候在乎过我的感受 智云 水夫人 院长 想问你个事 请到我办公室去一下 好 我没想到你会来 找我什么事啊 性格多种紊乱 你清楚吗 你去看小枫的档案了 这是一种很奇怪的精神病 怎么奇怪 通常得病的人 总会把自己当成别人 我和小枫认识的那年 她有一个男朋友 叫陈华瑜 他们俩感情很好 后来陈华瑜考上了黄埔军校 正好孙中山先生 组建东征联军 讨伐陈久明 有一天 小枫拿着报纸跟我说 东征联军攻下了淡水 她还没有说完 神父就拿进来一封信 是陈华瑜阵王的通知书 后来小枫去了一趟淡水 回来后整个人都变了 她每天开开心心的 好像根本就没有受到陈华瑜阵王的影响 直到有一天 我发现她在翻我的东西 她拿着你留给我的字 要跟我说 我的大鹏哥 让我等她回来 她会回来找我的 所以她是把她自己 当成了你 小枫的病情时好时坏的 其实她在结婚的那天晚上 她还跟我说她找到了老家的哥哥 我当时听了真的很害怕 可是我又不想刺激她 怪不得在婚礼那天 她还叫我大鹏哥 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小枫已经很可怜了 她唯一的希望就是胖宝 我不希望她因为这个 连胖宝都失去了 到底是谁 一定要这样加害于小枫 我一定会查清楚的 对不起 我不该怀疑你 你是探长 你可以怀疑任何人 小枫现在葬在哪儿 保定 胖宝的家 我连她最后一面都见不到 我连她最后一面都见不到 杜鹃 其实 其实 等一下 你们要带病人去什么地方 方探长 院长让我们带她去检查 我这儿有院长的信 小心 小心 来人哪 来人 老大怎么了 快抓那医生 好 站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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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葱 酒 火锅 尖 所以 水老先生患的是心脏病 服用马黄茧 那是要出人命的 夫人 这是有人在蓄意谋害水老先生啊 小天 你怎么在这儿啊 小天 来人呢 快准备退车 不会出什么事了吧 好像是院长的声音 我出去看看 我也去 木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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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院长他怎么了 赶快快去抢救 怎么样 没什么事 老大 老大 不好了 出大事了 怎么了 水夫人被人搁碰了喉咙 现在正在抢救呢 什么 大哥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你可告诉我 我妈怎么样了 大哥你倒是快说呀 我妈到底怎么样了 还在抢救 没有脱离危险 别哭了 哭 哭什么哭 不学好 学杀人 老大 我拿你我 别吓我的 别哭了 现场还有没有别的嫌犯 哦 现场就是一个孩子 没别人了 院长我妈怎么样了 是啊 对不起 水夫人 已经过世了 什么 不 这不可能 你一定是在骗我 我妈不可能死的 你骗我 你一定在骗我 真的很抱歉 夫人的伤太重 我们实在是没有办法呀 不 这不是真的 你骗我 我妈不可能死的 不会的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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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爷 老爷 快去 快去 好了乖 不哭 听见没有 别哭了 别哭了 啊 听见没有啊 喂啊 不哭了 水先生怎么样了 水老先生只是悲伤过度导致的昏厥 现在已经醒过来 暂时没有什么大碍 哦 谁没想到小天会精神失常 是 干出这样的事 幸好水先生没事 这到底怎么回事 当时的情况你看到了吗 没有啊 我听到水夫人的尖叫声 跑出去一看 她已经死在这儿了 小天是什么时候来医院的 她之前有没有过伤人记录 是昨天从教会孤儿院转到我们医院来进行治疗的 从孤儿院提供的资料来看 她虽然已经是个十五岁的少年 但治理只相当于两三岁的孩子 再说 过去没有过暴力倾向啊 都怪我 都怪我 如果我一直陪在她身边 就不会发生这种事了 我更不敢惹她生气 总让她为我操心 是儿子不孝 妈 志云 别太伤心了 这是个意外 本来也不能怪你啊 再说 如果夫人在天有灵 也不愿意看到你这样 快起来吧 好了 二少爷 还请几位 谢谢院长 二少爷 我想检查一下水夫人的伤口 你能回避一下吗 先去照顾你父亲要紧 先去照顾你父亲要紧 好平整的伤口 这手法也太熟练了 哎 你说是铁矿 真邪门 谁占谁倒霉 不过 这要死的是水天城 怎么搜水夫人了 你好歹也算是个知识女青年 这种规划你也相信啊 不是 我是说 这是不是误伤啊 现在不能确定啊 现在唯一能肯定的就是 但是这个案子并没有表面这么简单 怎么个不简单 你想想 一个新智只有两三岁的小孩 怎么可能有这么熟练的手法 可以一刀割断水夫人的喉咙呢 你怀疑是谋杀 猴子 王喜 老大 老大 你们去调查一下 今天所有参加冷餐会的人 哦 还有 查查这两天有什么特别可疑的人 出入医院 包括那两个袭击杜鹃的人 哎 好嘞 知道了 哎 如果真是谋杀的话 他们的目的是什么呢 为了铁矿啊 很有可能 水家遭此变故 水天城悲痛欲绝 这种情况下 他如何去承接铁矿开采 哎呦 哎呦 萧教授 李局长 这么早登门造访 有何指教啊 哎呦 客气客气 指教谈不上 是想跟萧教授共同商议一下 签约的事破在眉睫 是不是定在下周三 李局长 你这是什么意思 水家刚刚遭遇如此大的变故 你不能宽颜几天 让水家他们多几天时间去处理水夫人的后事吗 是是 不过 铁矿开采 一搏三折 迟迟不能落石 这铁矿石呢 又天天在涨 损失惨重啊 水家要是不接的话 就趁早退出 不要耽误大事 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在干嘛 你这是趁人之位 小教授 请你转告水家 水家出了这么大的事 我也表示遗憾 但是他们家的事 是家事 开矿的事 是国事 不要为了他们的家事 而耽误了国事 是 告辞 父亲 您感觉怎么样 之后 你母亲的后事 准备得怎么样了 都准备得差不多了 您放心吧 你们母亲操劳一辈子 我希望她的后事 可以搬得风光些 不要省钱 儿子明白 父亲放心 葬礼的地点 选在了母亲常去的教堂 鲜花也定好了 正在从广州运来的路上 是母亲喜欢的百合 好 你想得很周到 不枉你母亲那么疼你 父亲 喝点水吧 孽子 出去 真一先出去吧 别让你爸生气啊 好 好 水先生 萧教授 您的身体好些了吗 我不碍事 谢谢你来看我 你太太的事 我实在是遗憾 希望你能够介爱 这都是命啊 只是没想到 他竟然会走在我前面 是这一事 现在最重要的是 保养好你自己的身体啊 水先生 其实我今天来 是有件事想和你商量 事情是这样的 李靖桐 他要求在下周三 签订 铁框开载合同 水先生 我知道这个时候 跟你说这种话 是不太好 而且 也有强人所难之感 不过 没关系 我再去和李靖桐讲 让他宽限几天吧 小教授 你不用再说了 你的难处 我明白 我也知道 李靖桐是想趁机压垮我 让我指南而退 不过 这次如果我挺不住 铁框又会再起风波 所以 无论如何 我不会让他得逞 下周三 就让我的长子 至红除灭 替我签约 水先生 难得你深明大义 肖默我非常敬拜 就算是为了我的夫人 我也不能在这个时候退缩 用你这句话 我就放心了 这样吧 你就好好地休息 我以后有时间会再来看你 好 之后 替我送送小教授 是 小教授 好 告辞 哎呀 孔部长啊 水家是遭此变故 搞得人心惶惶 而且水天城又是一病不起 哎 此时此刻把这个开矿的事 交给水家实在不妥啊 哎 啊 孔部长 我一会儿再给您打过去啊 哎呀 水少爷 有什么事啊 李局长 水家会在下周三签约 你说什么 志宏说 下周三可以签约 家父已将铁矿事宜交由我全权负责 下周三 我会代表水家来签约 请李局长不用担心 哎 太好了 啊 孔部长 哎 把合约拿来 让水少爷过目 是 这位就是我们的院长 啊 院长 我是警察局的探长 我叫方鹏 我们是想了解一下 小天的情况 方探长 小天他现在还好吗 啊 这个你放心 小天现在由我照顾呢 啊 谢谢你们 上帝会保佑你们好心人的 呃 我想知道 小天是什么时候来到孤儿院的 小天是个妻儿 十年以前被人扔到了孤儿院的门口 是我把他带回来的 也是我把他带大的 小天是个很懂事的孩子 对人很友好 水夫人你认识吧 认识 水夫人是我们孤儿院的常客 他对小天感情很好 我刚才看到报纸 报纸上说小天用残忍的手法 一下子隔断了水夫人的喉咙 这怎么可能呢 这孩子就没有拿过刀 怎么会突然杀人呢 而且还是水夫人 我真的想不通啊 也许这只是个意外 方探长 你们会怎么处理小天 现在案件还没有头绪 一切都不好说 求求您 如果可能的话 对小天网看一面 这孩子真的很可怜 他不会有心伤害别人的 院长您放心吧 我们一定会仔细调查这个案子 我今天来呢 还想问问你 你们为什么要把小天 转到慈人医院 这封信是上个月收到的 写信的人是小天的爷爷 小天还有爷爷 嗯 事情是这样的 二十多天前我收到一封信 信封里还夹带着五千块钱 来信的人自称是小天的爷爷 他说很感谢孤儿院 这么多年以来 对小天的照顾 但是他很想和小天团聚 希望孤儿院能每天下午五点 送小天去复兴公园 所以呢我和嬷嬷们商量了一下 还是决定把小天送过去 也许真的是亲缘关系 小天和他的爷爷一见如故 而那位老者也很喜欢小天 我见他们玩得很开心 这才放心的离开了 从此以后我们每天如此 我们会在五点之前把小天送去 七点之后再把他接回来 直到三天前 小天的爷爷又寄了一大笔钱 要求我们能把小天送到慈人医院去 为了让他有更好的照顾和治疗 我们收到钱以后没有理由拒绝 就把小天送到医院去了 那您记不记得那个老人长什么样 我记得他有八十多岁了 满头的白发 留着长胡须 哦 还带着老花镜 院长 您能不能带我去小天住的地方看一下 好 这一间就是小天的房间 这张床就是小天的床 那张桌子是小天写作业用的 我要糖 我要糖 怎么这么多糖纸啊 哦 对了 前一段时间 小天每天回来都会带一些糖纸回来 这不奇怪啊 小孩子本来就喜欢吃糖 他还老跟我要糖吃呢 院长 小天出事之后 这个小天爷爷还有过消息吗 自从上次寄钱来 再没有联系过我们了 哎呀 这小天杀水夫人这件事 已经震惊全天津了 如果他爷爷真的在天津的话 又这么关心他 那不可能置之不理啊 虽然说现在没有任何线索可训 但是我总觉得 这个爷爷的突然出现 一定与小天的杀人有着莫大的联系 你的意思是 小天爷爷利用小天杀人 有可能 老大 我觉得你的推理有点不切实际 你看 小天的智力只有两三岁孩子的水平 他只懂得吃饭睡觉玩和吃糖 谁会想到 找一个靠不住的孩子当杀手呢 你分析的没错 可是我的直觉告诉我 这里面一定有不对劲的地方 对 我非常相信你的直觉 好好查 别让那个害死水夫人的凶手 消耀法外 菲菲 帮我个忙呗 干嘛 帮我去水之云家看下杜鹃 再怎么说她也是因为我受的伤吗 你自己要看杜鹃 干嘛你自己不去让我去啊 我不方便 你哪不方便啊 怎么那么多话呢 让你帮你就帮呗 看你 你这是求人的态度吗 行了 我错了 钱大小姐 求你帮我个忙好不好 行行行行 我跟你说啊 你欠我一个人情 如果案子有什么进展的话 你要提前告诉我 一定 哎呀 别哭了 行了 别哭了 哎 帮保 你那不是老友吃的吗 给他点吃的 哦 哎 小天 小天 糖 甜的 可甜了 小天 吃吧 拿着 布娃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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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布娃娃 布娃娃 我要布娃娃 好不好 找布娃娃去 我上哪儿找布娃娃去 我不管 想办法去 你 来 你 你 布娃娃 杜小姐 钱小姐来了 菲菲 杜娟姐 你杀好点了吗 好多了 快坐 哎 啊 这是方鹏送给你的花 她没有时间 我帮她送来了 好美的花 但我知道肯定不是大鹏哥送的 因为她不是那种送花的人 谢谢你啊 对了 水夫人的案子调查得怎么样了 哦 方鹏说了 可能不是误杀 是谋杀 可是 目前没什么线索 不管怎么说 水夫人真是死得太惨了 就是啊 如果真是谋杀的话 那幕后主使真的太凶残了 居然让一个智障的孩子去做这种事情 希望方鹏能够早日找到真凶吧 哎 杜娟姐 我能问你一个问题吗 什么呀 嗯 你那么爱方鹏 还替她挡刀了 可是为什么你现在和一花花公子在一起啊 你错了 智云并不是一个花花公子 她的放荡全都是装出来的 其实她是一个非常善良脆弱的人 你不会爱上她了吧 爱情对我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她能给我一个安稳的生活 这就是我想要的 你可想清楚了 杜娟姐 有的时候喜欢的人 未必能在一起的 喝水啊 给 哎 布娃娃 是布娃娃呀 你看这多好看呢这个布娃娃 这不是布娃娃 这怎么能不是布娃娃呢 不是不是布娃娃 布娃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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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手 老大 老大 外面来个女的 说是小天的姑姑 走 去看看 我要布娃娃 我要布娃娃 就是她 你就是小天的姑姑 是 小天这孩子真是命苦啊 那小天的爷爷 小天的 小天的爷爷 早就病死了 在小天没出生前 就没了 至云 你坐在这儿干什么 怎么不进去呢 父亲 父亲不想见我 他 你先去筹备母亲的后事 医院这边有我就可以了 对了 听说 毒娃受伤了 你这样两边跑 也太辛苦了 不如 干脆让他去家里住 你照顾起来也方便一些 谢谢大哥 你我是亲兄弟 不要说这些客气话 那我先去了 好 方探长 方探长 我母亲的案子查得怎么样了 有眉目了吗 我正要找水先生说点事 这边去 来 父亲 方探长来了 方探长 案子有什么进展吗 我今天来 就是为了这件事情 你快讲 水老先生 我怀疑水夫人的死 是蓄意谋杀 什么 谋杀 要民主要自由 停止迫害党派自由 停止迫害党派自由 要民主要自由 要民主要自由 停止迫害党派自由 停止迫害党派自由 要民主要自由 停止迫害党派自由 你是干什么的 这是公布局 畅信仪器 卖国求荣 人人可发之 人人可骂之 同学们 我们要声讨狗腿汉奸 声讨狗腿汉奸 声讨狗腿汉奸 快点快点 有跟上 快点快点啊 快点快 警察来了 警察来了 把他们都给抓跑 好 注意 等我 看我 来 Block integral 向是 放直 快离开那 断ifs 走 我想 包囧大人 断 Druck 林医大人 progressive 下 春 开 快 快 走 快 快 走 快 选 快 小 大人 快 不要 让 让 让 谁让你们打人的 方鹏 方鹏 他们去中闹事 都给我抓起来 他就是带头的 还愣着干什么 抓人哪 带走 走 走 你们干什么 你抓着干嘛 放给我 老实点 你们这些学生 就是吃饱饭没事干 那你们凭什么镇压学生 言论自由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 你们这是暴力镇压 我还没说告你们呢 告 上哪儿告 你先告诉我 叫什么名字 哪个学校的 问你话呢 这是警察局 老实点 干什么呀 想打人啊 我跟你们说 今天要不是遇上我 有你们好受的 说 叫什么名字 肖子轩 我在北平上学 那你跑天津干什么呀 我回来看望我爸妈 你爸干什么呢 他在地质研究所工作 地质研究所 肖子轩 肖教授是你什么人啊 你爸呀 是啊 不知我认识 他 他 他全都认识 是 我给你介绍大探长方鹏 我听我爸妈提起过你们 嘿嘿嘿 那个自己人 自己人 自己人啊 幸好今天你出手相救 要不然我死定了 哎 你是记者 明声报大记者 钱飞飞 明声报 哎 那你能报道 国民政府迫害共产党的事情吗 昨天晚上 又有13个人被枪决 希望你能够帮忙报道这件事情 争取舆论支持啊 哎 行了啊 共产党的事 跟你们学生小毛孩有什么关系啊 凑热闹 我不是小毛孩 我已经17岁了 国家新王 匹夫有责 你怎么能说跟我们没有关系呢 我上学为的就是报效国家 振兴祖国 反观现在的国民政府 蒋介石背信弃义 发动412反革命政变 他的双手已经是沾满了鲜血的 国民革命公开的敌人 所有有良知的中国人 都应该声讨他 哎 哎 这像17岁人说的话吗 啊 这谁教你的啊 怎么了 我觉得子萱说的特别棒 特别对 真的 哎 菲菲姐 这么说你愿意帮助我们 把国民政府的报名 供入天下 哎 我跟你说我就是干这事的 我特别同意 走走走跟我去报事 我干你去去 你们这还在警察局呢 让你们走了吗 坐下坐下 坐下 菲菲姐 哎 我听我爸说方鹏探长 他是个正直的人 从来不忽假虎威 助纣为虐 我现在就给你爸打电话 哎 这娃娃的身上 怎么会有姐姐的盘扣啊 而且 这脖子上还有个大口子 看着可怪吓人的 我们怀疑这个娃娃是凶手做的 凶手做了很多这样的娃娃 叫小天去割破她的喉咙 而小天用这样的方法 杀死了水夫人 你们不会怀疑是我干的吧 这也太荒谬了 这也太荒谬了